粉丝问答 一 杨子后面啥安排呀 杨子后面接触的戏还是讹得常相思 除此之外还有主旋律项目在谈 因为他之前在政绩圈子发展过 本身的观众员和台词功底不错 因此在各类圈子都很受欢迎 他也会对自己感兴趣的项目多关注 不过 沉香之后他会先休息一段时间 然后再进组拍剧 后面还有一堆年底商务活动在接触 女心理师还在赶后期 张军宁危机解除了 来得急的话最早十月底上 二 请问蔡徐坤现在算是劣迹艺人了吗 官媒都点名批评了 不算是劣迹艺人 上面只是借着他的事抓点型 点一下他 警示的意思更多 蔡徐坤和工作室意识到了 道歉了 规劝了粉丝 敲打了别家 起到这个作用才是上面要的效果 对蔡徐坤没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如果上面真的有意打压他 要把他定为劣迹艺人 圈内风向是早就变了的 内鱼各个都是人精啥不知道 好的时候就赶紧贴贴 艺人一出事赶紧撇清关系的不要太多 但他现在没有为此被列为封控艺人 也没有调代言停商务之类 就是后续低调一阵子大型活动不参加 避避风透就没事了 三 张公案的许可证下来了 不是不让播能单改吗 这个节点播也悬罢 张公案现在只是取得了上线的备案号而已 具体定档的时间没有 单改总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跟着形式走 今年不行就明年 感情戏不行就模糊情感线 只为播出做准备没有一刀切 之前就说过张公案可能是单改 101里胜算最大的感情戏占比不大 而且写得很隐晦重点是探案 现在就看剧改成什么样了 如果剧方加强了探案模糊感情 或者直接抹了感情改成真正的兄弟情 是双男主剧张公案就不微 真是这样的话张公案比起别的单改 来的肯定会更顺利 四 唐嫣没戏拍 今年感觉八五花都低调了很多 平时除了赵丽颖 杨幂相对比较活跃 唐嫣就仿佛隐退了似的 自从她产后付出以来 坊间关于唐嫣要糊要退圈相夫教子 地各种传闻都有 事实上唐嫣私下一直有在看剧本 只是她现在挑剧本很是谨慎 来找她的戏基本都还是傻白填偶像剧那个类型 暂时没有碰上能拍版的剧本 其实唐嫣不会再轻易接偶像剧了 一是年纪到了 再接就不合适了 二是她这边也想着分出一些精力做幕后工作 其实罗进的证据资源这么好 多少也能给她做一些转介绍 但很多剧方都蛮担心唐嫣的演技挑不起大梁 对她基本还处于观望阶段 而她又不愿意作配 也就只能这么尴尬的卡拙了 五 陈飞宇张静怡炒CP 八杀掌握CP密码真不假 所以陈飞宇和张静怡赶在合作新戏开机之前 先安排一波CP大片预热 这个顺序是没错的 从舆论方向来看 CP也算是吵起来了 不过因为营销方向患得太错不及防 现在DIS陈飞宇太想红的吐槽声又一下多了 甚至还有人存心想给她泼冷水 特意去找了生徒朝她照片没报箱 这两天陈飞宇凭借一头金发吸引注意 陈飞宇还长了不少热度 如今与张静怡的CP也支冷起来了 打火机与公主群也就这几天就开机了 这部剧班底相当厉害 总制片是甄嬛传 《你月传》《惊婚》的制片人 导演刘俊杰的作品有何以生肖默 《珊珊来了》等暴剧 编剧是裸婚时代 来不及说爱我的编剧 完全是按照报款在打造金圈太子和东升小公主 爆火期待值是直接拉满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